歡迎來到今天錄小米的時尚朋友 其實你會不會覺得啊 我們平常那麼認真的在研究 所有關於流行的事物 關於美妝事物 你上網 你看雜誌 你看電視上老師教學 為什麼自己做到鏡子前面要幫自己化妝的時候 各位朋友今天我們要告訴你答案了 因為你不會化妝不是你的錯 不會化妝原來都是刷具的錯 但這可能是真的喔 歡迎我們今天的兩位朋友來到節目當中 首先歡迎的就是美妝保養的小天王 也是好久不見我的小可愛凱君老師 各位好 大家好 我是凱君 另外一位非常特別的來賓 我沒想到我竟然會見到他 就是你如果有帶化妝的朋友 或是所有化妝界的達人們 都會知道凱三億這個名字對不對 超有名 超有名 我們今天就請到 凱三億刷具的第四代達人 我們的林昌龍先生 大家好 各位好 凱君老師大家好 各位大家好 所以其實正式來講 應該說是林昌龍經理對不對 現在就是凱三億刷具 是由你在經營的 那凱三億刷具 其實所有老師的那個刷具牌打開 全部都是對不對 一定有 而且勾欲善其事必先立其心 我們其實在做那個化妝的時候 最在意的 除了那個彩妝的工具之外 就是畫具 就是如果你的刷具不好 有的時候畫了就是怎麼樣 就是會少一點 是 而且另外一個 這真的是台灣之光 我沒有騙人 我們以前 這個當學服的時候 都會請人去日本買 買那個專業的刷具 是 但是現在我們是出去外地工作的時候 會帶台灣自己做的好刷具 送給外地的彩妝師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就是一種國民外交的感覺 是啊 而且他們拿到都會很驚豔 這個毛怎麼這麼順 這麼細 這麼柔 什麼時候 這是台灣做的 OK 所以今天請到龍龍龍龍龍 所以03E是你的阿祖那一輩嗎 沒錯 是我的阿祖第四代 到我手上已經第四代了 我阿祖原本做毛筆的 到我手上開始轉型 從指甲彩繪到彩妝刷 所以阿祖 阿祖就叫03E 阿祖那一輩的三個熊 三個合夥人一起合作 到了現在都姓林 所以就稱為03E 他們那時候有一個那個 專門做刷具的叫做 做毛筆的 做毛筆的叫做03E 然後因為姓林就叫03E 是的 好,所以今天我們會專注在 所有這些比較彩妝的刷具為主 先來看現場 很多非常可愛的造型刷具 龍龍,你要來幫我們介紹嗎 好,幫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原本有毛的筆 我們把它變得... 色彩變得非常的豐富之外 其實很多女孩子 不管在化妝或在使用的時候 都希望是有一個非常好的心情 所以我們這邊就在創造出 很多的新型的刷具 或者像這邊 我覺得這個要瘋掉了啦 各位同學 真的有沒有太可愛 女生看到另外尖叫 對,像這樣的花型 花的造型的刷具 你看 希望每個消費者 這個花... 你看得到它有花瓣嗎 好可愛哦 實在也太可愛了吧 除了顏色之外 它是非常的造型的 好 它都是用非常好的羊毛 所做出來的 這個化妝是如果拿出來 幫任何人化妝 那個被畫的人 都會覺得備受尊崇 沒錯 對 除了造型的刷具之外 其實在近年來 有跟一些不同的一些文化的品牌 做Cross Over合作對不對 對 像這邊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像這一款 就是我們今年度 特別跟青花的老師一起合作的 是,它像一個胖娃娃的系列 是,因為它的青花瓷 其實都畫這個胖娃娃系列 如果朋友有印象的話 有 它有確立方式 我們希望呈現的是美是一種姿態 不管是胖或瘦 其實只要姿態是美的 其實應該沒有任何的距離 沒有任何的限制 對,就是不論你是胖是瘦 就是只要是女人 都應該好好的去打扮自己 甚至是男人也是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它的外包裝嗎 因為它做得很像那個 古時候皇帝的枕頭 小米好厲害 它的確在我們設定的時候 它就像一個那個磁枕 青花的一種磁枕 像一般躺上去磁枕的感覺 是 對,然後再跟刷具一起做結合 OK 這刷具的顏色好高雅喔 對,它就是一個青花的一個系列 然後把青花跟林山藝 原本傳統做毛筆這件事情 把它結合在一起 好,這個是跟楊莉莉老師的 一個跨界的合作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特殊包裝 對不對,是原名風大師 跟高明德老師的跨界 我們要從青花瓷世界 跳入原住民的部落 這一款其實就是我們跟原住民老師 高明德老師合作的 一般這個卵陶 它所製作出來的圖騰 其實都很原住民化 對 那特別呢 我們跟高明德老師合作 它是把原來原住民的 一些神話故事裡面 所帶領到的一些 所謂的一些 不管代表勇氣 代表真誠 代表獨立 事實上它是跟現在的女性 所希望賦予自己的一些精神概念 我們特別把這些圖騰 轉換之後 塑造出這樣的刷具出來 OK 是刷具跟刷具在一起嗎 還是只有刷具在 是的 像你看這邊 這個刷具上面 本身都有這樣的軟桃 是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OK 然後除此之外還有那個 Hello Kitty的 是的 Hello Kitty的內裝是這樣子耶 好可愛喔 對 就像走...它有兩個路線 一個是粉色的 一個是黑色的 OK 黑色走的是一個比較成熟的風味 粉紅色走的是一個比較可愛的 這就像一個手拿包喔 好 所以看了刷具 除了造型之外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其實是 如何挑選正確的刷具 是 你知道刷具一個刷子 它從十塊二十塊到兩千 是 上千都有 有上萬的嗎 也有啊 有喔 這中間的差別在哪裡 然後好的刷具跟不好的刷具 跟一般的刷具在效果上 又會造成什麼樣不同的差異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請凱鞠老師 為我們介紹一些入門款 就是如果你從來沒有認真 對待過刷具這件事情 你該從什麼樣的刷具來入門 好的 那麼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就一般的消費者而言呢 我們到底在這個眾多刷具當中 要如何去挑選 那麼有幾支呢 我今天有這樣幫大家看什麼 我想我第一個買的刷具應該是 腮紅刷 腮紅刷 對 還有眼影刷 眼影刷 這個就是一般女生會用到色彩的部分 但是呢 我建議大家 錯了嗎 對 沒錯 粉底不就用粉撲就好了嗎 因為我們在化妝的時候 其實底妝是最重要的 打好一個底 其實就已經成功了百分之六十 粉底刷 我今天就是選了這兩支刷子 真的是太神奇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零三一的刷子最厲害的就是 在它的這個刷毛的設計 是很嚴謹的 也就是說 它在抓粉的時候 或推粉的時候非常均勻 我就想說 現場我們來試一下給大家看 好 把這個粉底 你直接這樣子 用旋轉的方式 你可以看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到 它其實很快的 就跟我們的肌膚表面融在一起 我只是做底下的旋轉 來 我們來看一下喔 使用之後的感覺好不好 有沒有看到差別 是不是非常自然 但是不會用過重的粉感 我看一下 完全沒有那個條紋耶 是真的 所以如果在臉上的話 我們應該是點就是幾個點 這樣額頭、鼻子、臉頰 然後下巴 就開始這樣 對 用畫圈的方式 對 我們就用旋轉的方式 開始在重點需要遮瑕的部分 做旋轉 就可以這樣完妝 但是我覺得比較貼心的是 我自己個人習慣是會搭配使用 因為像這個比較窄的筆頭 它是可以在臉部的細微處 去做一些上色跟勾勒 因為轉彎處 通常用圓的會比較不好使力 所以這個是用比較大面積瓶的地方 對 然後這個是用細節處的部分 好,所以最基礎的刷具 凱雞老師覺得是粉底刷 然後兩支 然後再來就是 那接下來呢 要定妝嘛 定妝的話一定要有一支 舒適的蜜粉刷 那我個人自己啦 我自己通常會建議朋友呢 你在用蜜粉刷的時候 最好是兼具可以在家用 又能夠攜帶 所以我都會推薦這種 方便攜帶的蜜粉刷 好,它其實是有個小袋子 小包裝是可以收納的 所以你就可以隨時的 要使用的時候 都可以拿出來用 因為有的時候 說真的 專業彩妝師 比較會常去買這種大的刷具 或比就是再大一點 對,包包就是都帶刷子 就夠啦 就是如果這麼大的話 就手包一拿出去裡面 都是刷子 對,所以如果今天女孩子 拿一個這種攜帶式的 就很方便 很輕巧又好收納 所以粉底之外呢 其實剛凱雞老師講 蜜粉刷也非常重要 因為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的底妝 所以你的底妝就需要好的刷具 才能夠畫好 你現在畫得很爛沒關係 因為都是刷具的錯 對,那要提醒大家 我們在使用蜜粉刷的時候 如果你使用這種筆狀的 好,那教大家在沾取蜜粉的時候 對 你先輕點一下 然後沾好之後 你可以看到它的這個 圓徑上都有粉了 是 但是多少還會有一些不平均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在你的手上 稍微這樣子 擺一擺 擺 它就會自然的把這些粉 全部都均勻地分布在這個圓徑上面了 OK 然後你在上妝的時候 早期來說 為了要讓妝穩固 都會用壓的方式 可是會讓我們的妝全臉變成霧面的 但現在要發光透亮的感覺 所以可以用一個方式叫做 滾動的夢幻上妝法 真的 你自己發明的喔 真的 誰拿來的 倒是說說看夢幻上妝法 來 凱君跟大家分享了嗎 那通常我會叫我們的所有朋友 這樣操作的時候 你就在鏡子上面告訴自己 你就是一個白絲公主 然後呢,你就這樣子慢慢地轉 好像芭比娃娃公主的感覺 真的 你看喔 滾動完之後 有沒有覺得厚重啊 不會耶 而且呢 底妝的部分 它還是會有一些透亮的感覺 對 這就是要讓你看起來 有妝無痕 空氣感的妝容 就是這麼講 有妝無痕 是 好 那除了這個底妝的工具之外呢 平常我們在上色彩的時候 有哪些工具是必備的 我推薦大家可以有這個一大一小的眼影刷 我有 大概像這樣子的 對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一個是上大片的 一個是上 比如說接近睫毛根部啊 或是下眼影的部分 比較小的 對,像我現在手上拿這個金色感的這一支 它呢,就是可以在我們的上眼瞼 進行大面積的這個暈染 OK 它非常的平均的 那麼小支的這個就可以畫細節處 比如說上眼瞼 靠近這個睫毛的根部啊 下眼線的部分啊 都可以去做操作 那這支我很喜歡的是因為 它是這種窄扁的 胖胖的 你可以先去看 我最喜歡它的是因為它非常有彈性 一般這麼短的這種刷筆 其實它會 如果毛比較稀疏的話 壓扁 對,會扁扁塌塌的 然後它的上粉能力 就會變得不是那麼好 所以它是一支非常好用的刷子 推薦大家在用眼影的時候 一大一小時必備的喔 好的,所以講了這麼多刷具 我們就要來看看 請凱俊老師來幫我們試試看 就是如果今天我們有兩個案例 一個就是用了一些比較普通的 現在市面上都可以看到刷具 另外一個呢 就是用你剛剛講的 比較專業的03E的刷具 畫出來的效果真的有差嗎 一般呢,眼影盤裡面 通常都會有那種 海綿棒嗎 對,像這樣子的 對 附在上面這種 那這種設計呢 其實一般是比較好攜帶啦 但是它的這個顯色能力 或者是在上妝的時候 都不是那麼好用 而且最重要的是很容易 在上完眼影的時候 掉在這裡雨粉很多 就會讓你的妝都花了 好,所以我們現在來測試一下 我們先用這個海綿棒 來做一下上粉 就是一般都會附的海綿棒 對… 好,我們先沾起 好,我們需要的顏色 那麼第一筆提醒大家 不管你是用這個海綿棒 還是刷具都一樣 最重的顏色放在眼球正中央 上眼瞼的位置 好,然後才左右去做暈染 那如果大哥可以近一點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這裡 我們一點上去之後啊 你會發現到這個粉末集中在 這個黑眼球正上方這個地方 OK 也就是說它沒有辦法 就是很多的新手都會這樣子 對 然後如果不小心眼睛一仰又扎動 這個時候 雨粉就全部灑落在下眼間了 那就很容易會出現 這個上妝失敗的問題 OK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暈染的效果 你看 像這樣子 對不對 它沒有辦法 就是由淺到深的感覺 去做精準的掌握 好,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我們用的是 專業的筆刷 像我今天拿的這個白色桿子 金色的這個 好,它是大面肌的這個 同樣一個顏色 像這樣子 好 然後呢 我們放在另外一眼來做上妝 好 先看一下 一樣是很大片 我先把顏色定在眼球正中央 對不對 但是呢 它的第一筆的顏色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沒有跟它一樣這麼重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抓粉的能力 是非常平均的 我們在上色的時候 輕輕的刷四 刷四三到五下 由前到後的方法 完全沒有技巧 像這樣 這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 跟剛剛眼影棒是一樣的動作 你有沒有看到差別 然後眼型有沒有破壞 有耶 對不對 這是不是就好像已經上完了一個很基礎的 眼妝的感覺 就已經拔好底了 對啊,然後你可以看一下 剛剛用這個眼影棒的眼尾 是不是有點 就是需要趕快拿棉花 幫把它塗一塗 對不對 就是會看到它的那個 好像你的化妝技術 有很大的落差的感覺 好 然後緊接著很快的告訴大家 我們在上眼影 最少要用兩個顏色去做堆疊嘛 對 所以我們剛剛用了中間色 接下來我們就用深色 來做一下眼尾 這個加強眼型的這個 立體度的勾勒 你看一下我把 用眼影棒來上色之後 跟剛剛前面一個顏色去做堆疊 它的效果 我們可以再睜開眼睛看一下 好 是不是很粗糙的那個妝感 對不對 就是很兇的妝嗎 然後啊 現在其實不用近看 你就會看到這邊 有一點灰灰的 因為這些深色的眼影粉 已經都灑落在下眼尖 如果這個時候 你是伸手一荒 你就用指腹這樣子去推 就會直接立馬煙燻妝開始 對 所以這個就是NG的妝感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是用專業的刷具 剛剛我們有講到這個胖胖刷 超級好用的 對 小胖妞 我們就沾取適量的這個深色的眼影粉 對 這種扁扁的刷子就是要刷在 好用的地方啊 就是你用橫向的方式 直接用點壓的方法 在後眼尾 所以不用刷喔 就直接用點的 不用,你就用這樣點的方式 好,大概在三分之一的位置 好,可以再來看一下 有沒有很細緻的感覺 一眼是非常柔和的 另外一眼就是 而且我們只要加重一點點深色 在這裡 它眼睛張開的時候 眼型就會往上揚 對不對 好,跟這邊看起來就是 妝感跟技術都有在加強 是 所以提醒大家 一定要用好的刷具去上妝 你真的把自我都放上了耶 我很佩服你 說自己的妝感跟技術都有在加強 好,那接下來進行的這個部分 就是腮紅 其實我必須承認 就是為了攜帶方便 有的時候我就會用那種腮紅盒裡面 裡面附的刷具 對,因為我覺得 不是 不是 真的啊,我常常就是畫到 就是你知道我紅紅這就OK啦 對 那今天我們就來示範一下說 時下一般附有的那種 像這種扁的腮紅刷 對,這已經看起來還滿 還滿好了對不對 對,感覺還滿OK的 我們就來試試看 好 好,它上起來的感覺 因為它是比較平壯的 所以你在上色的時候呢 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你在定色的時候 其實它的範圍就是橫向 而且是比較大的 對 那當然如果你想要創造的是那種 往上揚的妝感 是可以 但是你有發現到 我剛剛一定色之後 它就定住了 就變成一個區塊的感覺 好 有啊,有紅啦 這樣不行 而且你看 它在笑的時候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就是一般如果不好的刷子 有,我常常看到很多女生的腮紅 都會畫成這樣 對啊,就是會有這個 所以是因為刷具的感覺 沒錯 刷具它的抓粉能力 跟暈染的效果是很差的 我們在用這種 錐狀的這種腮紅刷 是 有時候怎麼上粉呢 我們可以在腮紅頂上面 做滾動的上色 像這樣 它其實還是會有一些多少的問題 那你要怎麼去做均勻的上色呢 通常我自己 我會在我的手心上面這樣做滾動 還是要先滾動 對 好,或者是你要這樣膽一膽 也是可以的 好,做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來做一個 非常非常簡單的腮紅的上妝法 這個方法呢 要怎麼做呢 就是我們要做的是 是放射狀的方式上妝 這個方法它可以讓你創造出 快樂年輕的印象 快樂年輕的印象 對 我們知道蘋果肌在這個地方嗎 我們找出顴骨的中心點 一般來說都是打勾啊 對 或者是橫向的方式啊 我們現在可以做的是 集中在中心點之後 做往外放射的這個方法來上妝 往四面八方放射嗎 對 就是在我們的顴骨的中心點 做這樣的動作 好,我來畫幾筆之後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差別 好美喔 真的嗎 它的... 它的右臉整個... 全錯耶 右臉全錯 應該就有很明顯的差異 那這樣子的畫法 當然要搭配好的刷具 你會發現到它在這個暈染的效果 自動幫我們創造出好像修片的感覺 而且臉型就會自動上揚 而且最神奇的地方是你在轉動的時候 全果還會發光 對不對 對 就可以真正做到那個空氣妝感的效果 好,所以光這兩個地方 大家就可以發現一個好的刷具 其實可以讓你很輕鬆的創造出一個很自然的妝感 那如果一般 我們想偷一下藍 其實可能花更多時間要去調整自己的妝容 對不對 好,謝謝我們的凱君老師 謝謝... 就搞...